我是一名保安 保卫一方平安 虽然偶尔摸鱼 但是良心难安 不过我在工作当中 让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 就是那天我正在巡逻 突然有一个小偷 漏进了我的业主房子 岂有此理 简直不把我放在眼里 当我是空气吗 一开始就还挺顺畅 我用我手里这个小屁孩 把这些小偷全部都打下来了 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小偷就越来越多了 你看我一个没防备 他竟然爬进了业主的家里 可恶 这是我的失职啊 后来虽然大家都夸我干得不错 但我自己的良心备受简则 最后我一边做饭 一边左思又想 最终做出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 那就是辞去保安这份光荣的工作 当时大家都以为我疯了 但后来我深藏过雨鸣 成为了一名所难大师 因为那时吹得也比较难听 所以就只敢晚上吹 白天我怕别人打我 不过后来我也上台表演了 虽然偶尔吧也会失误 但是这比保安的日子可惊议多了 对了 这款游戏叫做小兰的打工日常 最近当我假期限时开放抽奖活动 更有机会赢取switch大奖 还在等什么